信心蛋品及台農蛋品 因为经销的425万颗进口蛋流向不明 台農兼信心蛋品董事长 图万财还有他的媳妇 台農蛋品负责人黄姓女子 被依诈欺贩卖虚位标记商品等罪 移送检方侦办 高雄检调在昨天发动了搜索 约谈图万财还有黄姓负责人 两人在晚上的9点左右 移送雄检附讯 直到了12点才结束训问 检方训后认为两个人没有积压必要 图万财以30万元交保 黄姓负责人则是以10万元交保